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殘暴行為 遭到國際社會的譴責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消息 將嚴格審查簽證 對在中國迫害法輪功的人懼罰簽證 甚至以得到綠卡的人也會被拒絕入境 中共已經是窮途末路 很多官員想移居海外 尋退路 法輪功學員將根據掌握的情況提交材料 酷刑 綁架 或秘密拘押 而治人失蹤等惡行都在拒發簽證之列 符合拒發簽證的要求的罪行包括 未經法院判決為死刑而故意殺人 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 沒有刑事指控的拘押 綁架或秘密拘押而治人失蹤 其他對生命權、自由權 或人身安全權的公然剝奪